张小熙要问老师的问题 就是说木霉菌是不是可以做液肥 要怎么做 这个木霉菌液肥 当然是相当在我们的一个业界里 这应该是很多人推广 尤其像台中台中改良厂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在改良厂 特别是台中改良厂 他们有做一个一整套 好像还蛮多人 还蛮多人去做这些东西 那么在阿卜个人 因为这可能是不一样的 一个菌种的关系 那么我一直认为 比如说我拿到菌种里面 那么拿来做发酵液肥 好像就效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所以这应该是要有一个 但是后来 后来这个好朋友 也讨论过 就是说这最主要 这个我们的原菌种的一个专家 跟他说你增加透气性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是做木霉菌的时候 他先跟你说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困境 当然我个人是偏好 木霉菌你做这个肥料的时候 就是说你含堆肥 去并说你有这个做堆肥 堆肥到发酵的一个末端 你再加水 沾这个木霉菌 再给他敲敲的 还给他发酵一遍 就是已经 我们头儿这种出现 发酵发酵一定到末了 堆肥 比如这个树叶 什么样这种都好 那么发酵最后就会好了 就会好了就是说 差不多都大颗粒变小颗粒了 然后再用一点木霉菌下去 尤其纤维脂较多 你如果抽搅了很多这种 还给它缓缓的 这种做起来的堆肥 其实很好用 这个可以叫做木霉菌的这个堆肥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刚才我说的 利用这个木霉菌 一点糖蜜蜜 然后配合到这个米肝 这个你可以做到很油路 后面说我简单买一个就好了 就是说我米肝 还淋一些这个水 这个水要淋多少 你大家看看 米肝有的淡有的淡 那么你提到 就是说那水丟到 就是说你米肝把它淋起来 那么出力把它淋起来 要出力 出力把它淋起来 这个水要淋起来 但是不要漏了 有的说手咸的 就漏汤这种就太淡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咬 让它打鬆打鬆 那么木霉菌把它咬起来 在凉拌这个糖里面去咬 然后把它敲敲敲敲敲的 大概 从今这种天气三周以后 你就可以拿下去用 这种这个发酵起来 这个木霉菌的这个效果 其实很好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说拿它的这个菌种 那么来做这个溢肥 来做溢肥的这个这个 那么这种的这个做法 所以这大概呢 是这个部分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 那么它这是我们 比如说它目前 这在市民上 大概被传的比较多 应该是台中改良厂的这个比例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也很不错 比如说你用这个 20粒的这个汤 20粒的汤 你水不能抵到20粒了 因为你这样 你要流一点点空间 让它去发酵 所以不过都会建议说 你汤比较大 一層流一点点空间 那么它会用这个20粒的这个水 用这个冷清粉 这种冷清粉 叫乳清蛋白 这种应该治疗 这现在都起序 它的大概用1公斤 那么海草粉 海草粉用这个0.5公斤 那么虾蟹可粉 虾蟹可粉 虾蟹可粉 大概它的这个 它的重量 这算它是用150cc 其实就是一种人 一种脂丁脂 脂丁聚糖 这种高的这150小时 其实你也可以用 大概150克 或者再多一点点 这个东西 虾蟹可粉 稍微多一点点 没有关系 但是不可以太粗 这个买来的时候 比较油 所以如果是有人发酵过 这种脂丁脂 还是质树 这个也可以 那么它会再染 这个细枣土 这个细枣土 要稍微细一点 因为你太粗的 这个细枣土 那么这个 有时候人工要搬 比较搬 那么这种细枣土 有一个 你如果是拿到 这种食品过滤 用的这种细枣土 就更好 这细枣土的目的 是要做什么 细枣土是一个多孔性 有人说南大 要让它发酵什么 那么其实 它的多孔性 所以这个面子 很关键 有人用这个 活性碳去取代 比如说 它用这个活性碳 也是可以的 活性碳 你要拿到 较好的 较油的 这种 不要太过头粗 没有 细枣土 细枣土250克 那么这种 250克的细枣土 它就是多孔性的材质 它里面 有一些空气 所以我们打气 这种增加 它的水中 的含气量 空气的含量 发酵比较不会失败 然后糖蜜两公斤 糖蜜两公斤 那么这大概是 这种处理的方式 这可以让你 做一个参考 这个配方 它通常叫做SI 那么这是 台中改良厂的 一个这个 这个配方 这个 这个 你用木霉菌的 来发酵 大概木霉菌 用20克 那么水 20公升 木霉菌用20克 那么 零成分 一公斤 其实 你水看 大概就是一个 5%的 这个原则 但是 它这个糖蜜 有比较多 糖蜜 它是用2公斤 那么 你如果是 要比较尿毛 你糖蜜可以分两次加 但是 有的人说 做会把它加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 较不容易産成这个酒味 但是这影响不大 我个人 如果是有的人 因为我在做的时候 我还是习惯 一开始有些 不要那么刻 不要那么刻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你打风的时候 你如果是用搅拌的 没差 你如果是用 这个 这个瀑气 你用 灌风的这种的 可能 这个风 它的风量 它传的 这个风量 比较不高 会较厚 它会比较厚 比较厚 这可能就较可惜 这样 如果说不差 我用搅拌的 那你糖蜜就2公斤 所以 1公斤的零青粉 海草粉0.5公斤 那么150克的 一个这个 虾蟹可粉 那么细枣土250克 糖蜜 2公斤 20公升的水 那么木霉菌 20克 这是台中改良厂的 一个这个 这个配方 你可以叫这个比例去 把它放大 所以目前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通常你可以来用 现在市民上 有人把这些东西 已经就是空气人公布 大家也觉得这样 好像还蛮不错的 所以他会去把这种比例 配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人在买 买这种配合的 一个这个 啊 这些主宅 就是说 零青粉啊 啊 糖米辣啊 要自己配 所以说 他可能是这个 500公升 啊 还是说多少 一个这个量 那么 在我们台中 因为还有一个木霉菌 它有两种的 一个这个配方 我刚才说的 这是这个 啊 这种叫做 B配方 B配方 那么这150毫升的 这个 它多了这个 150毫升的 一个这个 这个甲壳数 那么 A配方就是 没有这个甲壳数 存的都同样 存的都同样 所以你说 A配方是什么 这A就是没有 质壳数 B就是有这个 质壳数 大概100 你如果是水的 大概150毫升 有的人说 这次可以 比较多 其实没什么要紧 那么 这你大概 这样来用 啊 大概呢 就可以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呢 啊 来给他这个 这个做 那么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 帮他 啊 用一个 并说 你如果是用 蜜子 咖粉 哦 真的是粉 哦 不是那个 糕糕的 啊 你的这个 海草粉 海草粉 有的不贏 所以你 可以 把 冰青粉 啊 这个 海草粉 蜜子 咖粉 啊 是说 质核素 木霉菌的这种 要用一个 底子 这种 啊 你可以用 十一袋 有一种 这个 十一袋 人家 较 较 较 那种 这个 十一袋 这 他 最方便 你去买 那种 十一袋 把它抬起来 那么 有的人 就 两顶 的 这个 十一袋 把这个 放进来 里面 啊 包括 又把 这个 糖 密 啊 加下去 现在 水 流流流流浄 哦 那么这个 把他 蓬 啊 最好 最好 就是说 你那个 汤子呢 啊 一定 因为这 营养嘛 所以 你会保身 去生两 会去 啊 去 放两冲 什么 你要把它 蓬 这个 啊 纱布啦 啊 还是说 由 包子 把它蓬 蓬 着呢 早晚 这 每一天 就是说 你 载子 起来 啊 你若是 最好 是可以 并 说 你包子 蓬 掉 那 那 那台 那台 机子 把它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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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一点 让 六三分 一点 六三分 一点 一点 那 日时 太阳 出来上班 晚上 就让它 静置 啊 你若是说 啊 这个 呃 没有 没有搅拌机 没有搅拌机 啊 你就自己用手拉 啊 用手拉 你不可能 每天 这 不可能 一天 输 几十次 所以你 载了起来 多输 一勿 输 输 最少一分钟 以上 这尽量 可以搅拌 那 输 输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 增加 它的 这个 溶氧量 你能 用 这个 啊 这个 搅拌机 就比较好 因为 啊 空气 如果越多 这个发酵 就会越完全 啊 它发酵 如果越完全 这个好 就如何 啊 所以 这 你也 可以 尝试 看看 那么 过 从这种温度 差不多两 星期 两个 星期以后 就差不多了 因为这 东西都 柔柔了 所以 两个 星期 你就 差不多 不要搅拌 放两天 那么 放两天 就能 拿来 用 那么 大体上呢 就 这个 在用的时候 那么 西式呢 大概就是100倍到200倍 有的可能 可以 啊 再用一些 这 啊 页面上 你如果 若说 虚拌要用的 可能 你就 再補一些 如果 不需要用过 少量 试看看 因为你如果 烤铁铁 搅拌越均匀 那么 在用在虚拌就 越安全 你如果搅拌 没均匀 用在虚拌 就 没安全 所以 这个效果呢 啊 其实 还不错 这 啊 这个应该是10天前的公布 这个配方了 很多人是说有这样 啊 这样这样的影响 啊 这个 效果上 哦 还可以 你现在发酵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 把他 啊 这个 密闭 哦 这 啊 不要让他 隔地要 远来远去 哦 这杂菌 不要让杂菌污染 甚至呢 有的人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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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杂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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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流一点空气 哦 因为 他的腰壳 会在发酵 如果说 有疗在发酵 他会排气 这没关系 要用这种 还要刺激的 烤烤的 烤烤的 万一 你若是 燕氧发酵 有一点 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 其实 就可以来使用 这是一个 啊 也是算是一个 好东西 哦 那么 不过 个人都非常 推荐我们 提供朋友 啊 你可以 教一种 的 这个 啊 方式呢 来给他 这个 做发酵 哦 所以木霉菌呢 啊 就有这三种 的 一个 这个 处理方式 那么 呃 我个人 因为 这个 米空 最简单 米空 去做 最简单 那么 堆肥呢 啊 你如果有一定的量 其实效果也不错 那么 溢肥呢 在做 比较麻烦 但是呢 啊 用在这个 肚子底的时候呢 其实还蛮简单的哦 那么 效果 比较好 那么这里面 这个 配方呢 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这个 这个 所在 那么 就是 啊 这个 细草土 哦 细草土 那么 有的人 说 我用 细片 可以 不可以 虽然说 我给你 高官 你的细片 比较好用 不可以 哦 这细片呢 这个这个 啊 它是一个微小成片状的这个结构 那个细草土 没啥 那样 我们细草土是一个多孔性的一个这个材质啊 也能增加在增加在益肥里面的这个这个荣养啊你说我用这个啊火性炭来用可以啊 这也不过我个人就觉得说可以哦 你如果 如果说要用细草土 不要用细草土啊 你要用火性炭啊 也是可以的啊啊 这些火性炭你能拿得很粗的 粗粗的到时候哦 因为火性炭不会分解 细草土也不会被分解 啊 所以 它要 它拿得稍微的啊 但是那些纤维症底下它其实是有很多孔隙啊这些孔隙呢都会含啊 饱含这个空气啊 这些空气在这里里面 它就能增加我们啊 啊 这个 溢肥里面这个 溶氧 那么这个这一座的这个过程呢 比较不容易失败哦 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那么这一趟我们和朋友呢 需要做这个这个参考哦 那么你可以尝试哦 来做化买一下哦 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哦 效果还可以哦 这个呢 还不错哦 你也当啊 尝试呢 来给他啊 做一个啊 包括我们啊 我们最近有在说到 并说我们电台有提供一个有机溢肥的一个这个配方哦 那么这个有机溢肥的这个配方里面 它就这个啊 氮氧质的均能配方 有高氮配方 有高氮配方 有高氧的这个配方 有不一样的这个配方 那么这里面一个这个有效菌种 你提了可以用这个我们推荐的这种对肥菌 和这个活性菌以外呢 这个活效菌以外 你也可以用木霉菌来取代哦 啊 这个做出来呢 这个各有不同的这个好个啊 我刚才说的那种啊 这个台中厂的这个微配方哦 它基本上呢 是比较简单单纯哦 那么这是现在木霉菌的这个这个配方里面 啊 算是说大家感觉它啊 比较容易去操作的这个啊 这个地方 所以呢啊 这个可以让我们和朋友呢 先做一个了解的哦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提供给你先做一个参考哦 那么我们就先做一个参考 说明我这样做的 有什么参考 发生了一个参考 的参考 也是这样的参考 你们这种参考